好 親愛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道 今天的節目當然就很High了 我心中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就是要來邀請各位 我們準備在過年之前 新的一輪的方式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我們的想法 過去幾十年來 去無存經 我們的日出日落 其實已經伴隨我們度過了 不知道多少個年頭 他經過的驗證 包括美國股市 然後亞洲各國的股市 台灣股市 大型股 小型股 只要是我們的觀眾 我想都知道 我們今天不把重點放在這裡 我們只把它放在它的運用上 今天這個拉回 是不是代表反彈的結束 還有沒有高點 上禮拜的高點 會不會就是反彈的滿足點 並不會反彈結束了嗎 我想大家都來問這個問題 好 我們就直接講 還有高點 還沒有結束 所以簡單的來說就是 這個拉回是讓你買的 這個買進的參與者有幾種人 第一個叫做 第一波反彈你沒有搶的 第二種就是說 你第一波反彈是等解套 少賠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又要賠回去了 我給各位的建議是 趕快換股 第三種當然就是這一波的贏家 底部有抄底 但是第一輪的股票 今天已經獲利了結 準備要換股操作的 我都邀請各位利用這個大跌 機會來了 講簡單來講就機會來了 首先我們來看 盤勢下跌的過程當中 今天的重點叫做 中線的資金 在做一個換主流的動作 中線的資金 他們準備把2022年的股票 換成2023年的股票 要下跌 所以下跌很多股票有賣壓 今天就在做這個轉換的動作 這個轉換的動作當然 會維持一段時間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 你可以買到全新的股票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為什麼行情還沒有結束 這個拉回日線 等一下我講結構給你聽 我們先來講遠距離的 就是分析長中短操作 短中長 分析要長線來看 這是一個月級別的日出 這個月級別日出 他成功的 他又站在前一波高點的上方 上一根K棒的上方 所以過了前高 做一個突破之後 下一個月出現空方的抵抗 這很正常 因為這裡也有抵抗 所以一般來講 月級別的日出看三根 所以這一根常都拉出來 這一根不管你過高 之後怎麼震盪 還有第三根 除非你第三根真的攻高不過 第四個月才會下來 所以簡單的來講 12月不管你再怎麼震盪 1月都還有機會往上再攻高 從這個邏輯來講 你如果稍微有一點幾何的觀念 如果我告訴你 這棟大樓有10層樓 現在在6層樓 電梯現在再往下 你上不上車 當然是上車 因為頂樓還沒有到 就這個簡單的觀念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大部分的人 沒有辦法把握這種機會 因為機會來的時候 看起來都不像機會 對不對 很多人沒有辦法把握 人生當中的機會 這包括什麼呢 包括畢業之後找工作 對不對 包括你遇到的另外一半 因為有的人沒有辦法把握 我10年後回來想一下 當時如果去做那個工作該多好 當時我應該去搶那個位置 當時我應該要取另外一個 當時我應該嫁給誰 對不對 當時我應該去念什麼什麼戲 對不對 那大部分的人為什麼 沒有辦法把握機會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當機會在你面前的時候 他看起來不像是機會 對不對 他不像嘛 這個概念其實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嗎 跟命理裡面有一些觀念 其實有點像 有的時候 撒心是你的貴人 就是他看起來不像 沒有利空不會跌 不跌你就沒有人買點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 今天來講這個下跌 這個就是你的機會 對吧 他就是你的好機會 但是不是亂買 這很重要 我們今天要來詳細的講這個事情 首先下跌正不正常 很正常 因為我上禮拜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週限級別怎麼樣 它是一個重疊的K線 我沒說錯吧 在週限級別是一個重疊的K線 這個現象不是今天才開始 過去三更都是這樣 如果K棒本身重疊 就代表 禮拜一到禮拜五中間 會有任何一天來測上個禮拜的低點 上個禮拜的低點 包括今天嘗試去測上禮拜的低點 對不對 就這邊 我上禮拜有跟你講 所以這一根不失守 週限級別都不算日落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你失守了又收不上來 行情就是要做一個比較大的平台 這個平台因為現在才6號 有可能會做到月底 但這一根如果守住上來 它持續走一個鋸齒狀上升旗形 那有人說這是不是高檔 諸如此類的死亡交叉 是不是死亡交叉的邏輯是這樣 這根黑棒讓你交叉對不對 如果這根黑棒本身不再破 你交叉也是假的 因為這裡看起來 右邊沒有比左邊高 可是指數有過去 看起來是一個背離之後的下修 但是注意一點 K值本身最大也只有到100 你背離是正常的 對不對 你很正常 所以這個不要去管它 明後兩天會出現一個 空方的多頭的抵抗 所以當然就是重點看 上個禮拜的低點有沒有做守住 破了十均以後 明天會震盪一下做抵抗 如果就收上來 那這裡就是一個假跌破了 所以指數在這邊你不用看太細 那比較重要的重點是在於 上禮拜的低點有沒有做失守 如果做了失守的話 就變成個股表現 沒有做失守的話 行情會往上再供一次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在於說 月級別的日出 沒有那種什麼單月就結束的 但是這裡要再細分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相安無事 那我們今天要講幾個重點 先來看一下美國 大家都覺得說 為什麼美國漲那麼多 台灣漲那麼少對不對 但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過 稻窮的成分裡面 很多漲的是什麼 像那個什麼聯合健康保險 或者說像什麼麥當勞 那種東西台灣就是不受惠 實際上你看納斯達克 根本就沒有漲 你說科技股有漲多少 不要騙人的 講實在的沒有 你連錢高這裡都沒有來 對不對 嚴格的定義上 這個都還不成月級別的日出 不成 確實不成 有喔 老師這個高點有過 可是他過高抵抗 沒有拉開那個距離 你看過前破的高點 一過就空頭抵抗有沒有 都上不去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季線本身也不是上揚的 所以其實並不是所有的股市 它都上來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多頭的原理 下跌的過程當中 多頭的原理就是破低 再破低 對不對 那多頭的原理就是過高 再過高 所以這點很重要 如果你出現了一個極反彈之後 你彈到季線的上面 最後還要一關叫做什麼 少林寺有18同仁陣 最後你要過火爐對吧 你要回測這個位置不再破低 你這個低點 才會形成下一次的底部 因為你要最後一次低不破低 所以說我們講一件事情 道瓊你說他低不破低 沒問題 大家應該有共識 你說納斯達克有沒有低不破低 這還不見得 你說你擴底 這有可能 但你做一個N字下去 再破下去機會大不大 你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對不對 你就說明了 其實有一些股票 它是會去反映 2023年衰退這件事情 它是會的 你看我不是在 你自己看就好了 你把那個電腦打開來看 我不是騙你的 我們講多控循環的位置 如果你最後一腳失手了 你就不是多方 對不對 所以2023年是有的股票已經回升了 有的股票才要打底 對不對 從這個簡單的角度講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為什麼 股票你是看它10月右腳 還是8月右腳 為什麼重要 有的股票是V型反轉上來 它是要會回撤的你知道嗎 有的股票它是 本身8月的低的 你就沒有失手了 你就說你看 為什麼大力光這些股票 它跟別人不一樣 它右腳沒破 它在這個位置已經是屬於什麼 多方循環了有沒有 除非你回頭灌下來再破一次低一點 右腳沒有破 但很多的股票它是什麼 極反彈 對不對 極反彈 台電不是極反彈嗎 台電是 它這個叫做極反彈 它這個還沒有真正測過成功的右腳 沒有 那你回頭去看 為什麼創意在這一波是主帥 他右腳就沒有破 他測過了 他再測一次 這次是用利空測的 叫晶片法案 他沒破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股票叫做2023年的 已經回升了 所以我一開始來講的就是說 盤面當中有分成 已經回升的股票 還有它這一波只是 若是跌很深 所以它強力反彈的股票 這概念不一樣 那所有的回升都是從反彈開始的 這句話不是有語病嗎 你說我現在是反彈沒有錯 但是我拉回來測 我守住了 我還是換回升 你說對了 這個邏輯本身是對的 但是在回的時候 你是站在賺錢的一方 還是站在被踩死的那一方 這就是重點的 行情它就是這樣走 決定輸贏的不是股票本身 是你買進賣出 有沒有做對方向嗎 對不對 天沒有變 行情它就是照這樣走 人會輸錢不是因為 那個股票做錯什麼事 是你做錯了什麼事 對吧 你在該賣的時候買 賣 你在該賣的時候買 但股票它本身它沒有錯 所以要當贏家買賣要做對 那我現在就繼續講 因為今天會分成兩個區塊 那OTC你看它第一次出現 過高之後的回測 這個算合理的 因為這裡是一個中計 所以它回測 過高之後它回測 回測這個位置 但現在看時均有沒有守住 對不對 所以OTC是比較強的 好 那盤面上的特徵 你看這個像綠電的股票 除了中心電之外 華晨就攻了 這個就帶一個缺口對不對 但是很明顯它離季線不遠 另外一種就是說 像光瑜這種 上禮拜漲過的 然後在紅棒的上端做震盪 有沒有 在這邊震盪 震盪讓它量縮下來 縮到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看有沒有機會形成一個 中計再漲有沒有 震盪兩三天再拉上去這樣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中間 就是告訴各位說 資金它其實是往 這一些 第一批沒有漲到的股票在移動 因為今天是呈現反彈以來 第一次被嫖結的股票 這個被嫖結的股票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台藥 對不對 你漲多久 三週 第一次出現比較大的賣壓 昨天投心有先走 今天大家跟著走 出現這樣的現象 不是說這就結束了 因為你回撤的過程當中 要記線擋住了 或右腳不破 右腳不破左腳 你可以滑上來 就變成一個雙底了 但是在你還沒有行程中 這個圖還是繼續在畫的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沒有錯很多股票它跌身反彈 比方說台積電 它日後隱形的右腳 或它右腳不來 但它有那個動作 它就成形了 但它成形的過程當中 你是都不聞不問 還是你要積極地用這個機會 這個就是實戰操作者跟解盤家 最大的不同對不對 你要踩右腳我會散 我為什麼不散 我拉一條上升趨勢線 我就散了 對不對 我散了 我就獲利出了 第一波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的重點就是說 10月反彈以來 已經出現第一波 有的股票已經什麼 獲利賣壓出來了 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為什麼很高興 因為這些賣壓 一定會在這個禮拜找新的股票 所以我現在直接跟你們講 你們的機會來了 你們這一波沒有做到的 跟我們買新股票 我們今天反而要擴大這個行動 絕佳的機會 你第一波有賺到的 隨便什麼都有賺到 那就沒什麼好講了 你就跟我們做第二次就好 你看今天都是藏黑 這個都是獲利了結的賣壓 天玉只差 靈門一角了 這個灌下來上面有一個短頭了 很多股票都有 我不一個一個數了 今天滿多的 好 另外一種就是你看 像強勢的 他就不回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在走明年的格局了 但你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是老師我買在這邊 我買最強的股票 我報了三個禮拜沒賺錢 也沒賠錢 感覺怎麼樣 這就說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也不見得你買到對的股票 馬上就能賺到錢 因為你是要那個價差 強勢的股票如果除了有拉回 要不然你也沒有價差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看大做小的邏輯就是說 你買明年對的產業 然後找鋼琪漲的 我的做法 像比方說 IC設計的部分 你看我昨天跟各位講 你看這支是新的 對不對 你今天就漲停了 雖然尾巴沒有收最高 差一點點 他六七% 對不對 但邏輯是對的 一個N字上來 昨天是日出 如果不是因為今天大跌 應該是有機會去挑戰亮燈 所以換股是對的 買新的股票 像這種就是難點 它持續在上漲 但是因為最低點在這邊 對不對 你終究在明年的某一個地方 是要來側右腳的 只是說你左腳還沒有走完 沒有走完的話 你就是讓它那個利潤繼續膨脹 然後再來就是季節性的因素了 今天一定會很多人去講到說 比方說因為主帥是在生計 你看美食跌那麼多 對不對 你看這個保瑞 這個怎麼辦 主帥跌停 其實這沒什麼 這很正常 因為它分盤交易這麼多天 所以過去的賣壓無從宣洩 都擠在這一天把它賣出來 對不對 這個跟當時的雷虎這一根一樣 賣完了以後反而又上去 對不對 因為終究大家還是要看營收 你明後兩天 這裡如果出現第一根紅棒的日出 那個地方就有機會當成是 最後一次的防守點 要講這個意思只是說 原本漲多的股票 你在震盪的時候 你要去看這個族群 它結束沒有 是離開了嗎 還是它在族群裡面跑 你像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兩岸都要解封了對不對 解封的話口罩是要拿下來 這個東西叫做美麗產業 像大將的話叫保健食品 今天有受到解封的概念 既然不能用口罩遮臉 這個東西叫美麗產業 不管是隱形眼鏡也好 對不對 昨天的四陽 再不然就是美容護膚 對不對 你看羅力芬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日出之後的擊掌 因為過去兩年 刮鬍刀不知道賣得好不好 我是不清楚 女生的很多保養品口紅 比起前幾年差多了 現在都要回來了 因為口罩要拿下來了 對不對 這個是講真的 業績要回來了 都漲這些 那我們現在來看 生技股資金有沒有走 沒有走 它只是從新藥轉到醫美而已 對吧 沒有漲到的 你看何康生對不對 這是醫美原料 再來就是說像昨天的全訓 轉到這個八冠身上 昨天跟各位講 今天是直接跳空了 對不對 所以新的股票是不是出來了 防彈材料 我們的股票 也趁今天大跌的時候 抓到一個機會點 尾盤也翻紅了 行情既然好就是要全力把握 理論上來講 趁這次下跌的時候 買到下一波新的股票 尾盤應該是收下影線 不然就是翻紅 對不對 尾盤應該是收下影線 不然就是翻紅 所以我們今天買的 兩到三檔股票 都是在平盤一下買 尾盤殺下來我們去接 原先的股票本來在 公到一半留上影線 這個時候就是明天開盤要接 所以我現在來告訴各位 第一個換股 月級別的日出 行情不會只漲一個月 後面12月1月還有高點 這個拉回就是給你的邀請 但是你希望買的是 2023年的股票 不要再買今年老股票對不對 那麼把握這次機會 玻璃花進來的話 我們立刻帶各位做進場 這裡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一下回來 好 那我們看到 昨天的葡萄王 今天一樣有創一個新高 很明顯資金不願意離開了 所以你看一打 這麼久沒有人去拉他 還是受到資金的移轉 今天有帶一個成交量 今天就是升級裡面的資金 他去往外擴散的 劍橋注意一下 這個 如果中國真的是有鬆開解封 那剛好又是忘記 忘記 尾盤有這個資金進去 再來我們看一下南光 增技 今天都是一樣 你們知道那個什麼艾克坦吧 對吧 忘記嘛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高位的這個資金 他往這個比較低的 增技裡面去跑了 那這是拓凱 今天很多股票留上影線 建議不用把上影線開得太嚴重了 中繼之後很有可能再機會 中砂因為本身股性就比較正規 所以你在高檔做震盪 看起來是高檔 其實未必 因為高不高是要看你 站不站在這個頸線的上方 對不對 通常像這種 量縮之後都還有機會 宏康 創新高 這個族群就是半導體檢測 有人說會不會台積電力多出盡 我這邊跟各位講就是說 如果你買的那張股票 是人盡皆知的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 哇 漲的就是台積電 那獲利賣壓當然會很重 可是這次台積電去美國 有很多股票我認為還沒有發酵 我覺得沒有 有一些本身就是要佈局在美國的 對不對 半導體的周邊的 才剛要開始漲的 這種股票就有機會漲過2023年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比方說舉例來講 這個就是車電檢測 人家也半導體 宜特其實前一陣子投信在這邊出 出也出不下來 對不對 股性看起來很溫吞 那不一定 你有的時候你跟美食一樣 當大家都覺得你溫吞的時候就噴了 再來就汽車 我們看一下很多的股票 他在這一波是比較晚落底 然後也比較晚上來 因為立青要跟一地電一起看 你知道嗎 一地電照理來講 去年漲比較多 所以拉回來滿淺的 對不對 對比他的漲幅 從當時30塊不到漲了大概400% 所以他這次拉回來你看 他其實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而已 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這個如果上去的話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成一個 把這裡當作出身段 大中繼整停一年 然後再來主身段 當然你主身段要來要帶數字 所以接下來看幾個東西 第一個先看你 營收出來怎麼樣 你如果說營收出來 正向反應直接過高 那不用講了 大中繼整理完成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提到這張股票 因為你已經越過上一個月的高點 所以很簡單 這個日級別的日出是正向的 風雲季會333的快速斑 我們這次看到包括 前一陣子如果沒有 做到第一波 像華星光對不對 雷虎 今天很明顯的 有一些股票 他可以輕鬆拉出第二根漲停 對不對 你說像盧利芬 大江 他就屬於這一波 輕鬆拉出來的 每個月其實都會有一個新的主流 我認為今天是 剛好是換主流的時刻 我們今天買的股票 其實尾盤的時候有的翻紅 有的拉下一線 這就是一個名證 接下來最好的時間 當然就是在接下來的48小時之內 禮拜三 禮拜四 跟我一起布局 風雲季會333的快速斑 三檔股票拚三成 比一檔股票拚一倍容易 好的機會點就在拉回的時刻 就是這個時候把握新的股票 我帶你進場 不過另外進來 我們帶你一起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二次 兩 五分之二 在 五分之二 部分 五分之二 二 一